大家知道嗎 新北市政府其實也有開咖啡館 我們進去看看裡面講什麼樣子 開箱一下 歡迎回家 歡迎 整個咖啡廳給人很溫暖的感覺 真的有像在家裡 那我們這間螢光咖啡館有哪一些多元的課程 靜態的講座或是 御動的舞蹈啊 音樂啊 每天都會有不同的課程 那當然囉 我們今天的所在地螢光咖啡館 它也是一個很好的資訊場所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今天好好說好好說星輩 我是主持人婉婷 每次到了週末 大家都喜歡在咖啡館度過悠閒的下午 所以咖啡館也是越開越多 大家知道嗎 新北市政府其實也有開咖啡館 我們今天來到螢光咖啡館 現在歡迎衛生局吳科長幫我們說明一下 我們新北市的咖啡館是做什麼的 大家好 我是衛生局高齡長澳科科長吳玉鳳 基於長照的2.0 整個新北市我們開了16家的螢光咖啡館 那一般的民眾是可以進來嗎 純粹進來做一做 當一般的客人都是可以的 這是第一間對不對 第一間螢光咖啡館 它其實是社宅唯一的一個店面 我們就希望說 它能夠提供樓上社宅的服務 跟這個區域的這個部分 所以它每天早上就可以下來喝咖啡 然後看看一些相關的資訊 這邊會比較偏重是照顧方面的 我們有一些有醫學背景的 它註點在這裡它也可以作為一個諮詢 那如果它不是很清楚的 它至少也會幫我們做一個資源的轉介 它這裡可以作為一個單一的諮詢 就是一個全方面的服務 對在照顧面 所以我們新北市16間螢光咖啡館 每一間都有不同的特色跟他們的服務 比如說在林口是有一個負能 因為他們那群人都是專業的職能治療師 那它可以讓你知道 附件的這個諮詢有些是書屋 那在新店它比較是文教區 所以它當初就用書屋的形式來經營 目盪很多二手書居 課長我們現在正在外面 也可以看到周邊的這些環境 我們螢光咖啡的門口 它其實都是無障礙的設施 是不是裡面也是做過非常完善的設計 整個地面上我們都會盡量是比較寬敞 然後無障礙的部分 甚至他們廁所的部分也花了一些心思 那我們進去看看裡面講什麼樣子 開箱一下 歡迎 這就是他們的活動區 因為他們桌椅也是顧到長輩的座上 所以偷偷比較有靠背靠手 跟比較安全性 我們現在在阿嬤阿嬤在畫畫 那我們平常這裡的有一些課程 或是小小孩有活動 我們現在怎麼選 這些內容 我就是選長輩喜歡的 我們有動態有靜態 但他們運動啊 手作弱 然後長輩都會很喜歡 畫得很漂亮 他們的廁所剛有提到 整個無障礙的 然後有扶手的那個部分 整個咖啡廳給人很溫暖的感覺 就真的有像在家裡 光偷瞄那個菜單 我就知道 我媽不用把老化眼鏡拿起來 她是看得到的大小 就像這樣她字這麼大 那我們馬上就進入新北喝喝醬 對 螢光咖啡館這邊的菜 其實也是非常有家的味道 媽媽的味道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餐點是 咖哩雞 大家在家裡其實常常會吃到咖哩雞 那課程可以幫我們介紹 我們這些餐點的特色是什麼 土中這邊離黃石市場很近 都會是當天去黃石市場採購 菜色上營養均衡的部分會注意 所以每一個減餐都有三道小菜對不對 對 咖哩真的很濃 這個就是 醬比較濃濃的那一種咖哩 天氣冷吃這個很舒服 而且要小菜一定會有一個是 蔬菜的部分 蔬菜很重要 我會跟家裡一樣就是 吃咖哩就只有咖哩 對著 小菜不會過鹹 也沒有放什麼辣椒 可是它的調味是很剛剛好的 很下飯耶 米飯也很香 配咖哩非常的剛剛好 它的雞肉很嫩 很大一塊很好吃 而且也很入味 我很喜歡吃這個杏鮑菇耶 解膩 我們裝咖啡館的咖啡 一點也不麻糊 要層次有層次 要香味有香味 喝起來很溫暖 而且它的奶泡是很綿密的苦 苦中帶甜 對 苦中帶甜 因為它的奶泡是 那種淡淡的牛奶香 它跟底下的 比較苦一點的 那個咖啡融合之後 調味很完美 剛剛好 科長透露這邊有時候 會有隱藏菜單 水餃 他們的水餃 超大顆 然後又棒 大家自己來尋寶一下 那我們吃完非常溫暖 有加的味道的 螢光咖啡的咖哩雞之後 我們還是必須要進入 每一集都會有的小考驗 快完快答 科長我們新北市總共有幾間螢光咖啡館 我們新北市一共有16家咖啡館 然後就分布在我們的都會區裡 平常一般民眾跟長輩來我們這個螢光咖啡館 是會受低銷的嗎 一般的民眾 他的低銷就是一杯飲品 長輩要進來參加活動 沒有消費是沒有問題 就是我們阿公阿嬤平常來這邊上課 聽講說那個是不收費 就是有一些像畫畫那種材料費會著收 但是沒有低小的問題 對 會區的長輩或是一般的民眾 想要來這邊參加課程 是怎麼報名 是採預約制的嗎 可以在FB上跟單位聯絡 看到他喜歡上的課程 他就可以直接來報名預約 現在的長輩很愛滑臉書 他們都可以完整接受這些資訊 那我們這間螢光咖啡館 有哪一些多元的課程 靜態的講座或是運動的舞蹈啊 音樂啊 就會有一些手作的課程啊 或者是來一起運動 每天都會有不同的課程 新北市還有哪一些首創的 獎費相關的政策嗎 據超音術 是我們全國首創的長照服務 這位來請教課長 我們新北市長照部分 有哪一些資源可以使用 除了我們長照2.0以外 我們還有家庭照顧者的創新計畫 不管是你是新手照顧者 或是照顧很久都可以有一個 家庭照顧的一個喘行服務 我們這附近剛好也有 營光食堂 它就是照顧者的一個新聚所 可以去那邊分享 就是說照顧的乾苦談 失智跟失能的照顧情 又比一般的照顧上 又有更多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可以在 新北市長照服務裡面 去使用的一些服務資源 我們每個家庭都會去找 最適合自己照顧的方式 那申請的這些族群啊條件 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 你覺得你有這個長照的需求 包括說是65歲以上的長者 或50歲以上的失智 或55歲以上的原住民 它可以打1966 我們就會有照顧管理專員到家 去做你的失能等級評估 二到八級 那你就是有使用長照的這個資格 我們現在會講說長照有四包錢 包括我們的照顧跟專業服務 輔據服務 交通服務跟轉席服務 照顧跟專業服務的部分 二到八級補助的額度 從一萬零五十到三萬六左右 按月可以使用 交通除了我們偏遠區以外 大概就是一個月 是離八四年的額度 歌長提到很非常專業的 發式量表那一塊 那這個對我們民眾的影響是什麼 發式量表今年已經就是放寬 如果你已經有在用長照2.0固定的照顧類 持續用六個月以上 未來你真的想要請外景看護的部分 可以用這樣的管道來做申請 一般的民眾還有這些長者 如果有需求的話 可以到什麼管道或是什麼平台 去取得這些這方面的資訊 如果你對長照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撥打1966 就會有專人來跟你這個諮詢 評估有需求之後 照顧管理專員到宅去做評估 或者是你直接到各個照管分站 那都會去就有11個 所以其實我們諮詢的點也非常防護 那當然啦我們今天的所在地 這個螢光咖啡館 它也是一個很好的資訊場所 新北市之所以開了16間螢光咖啡館 就是為了方便把這些重要的資訊 傳播到社區裡面 讓他們隨時可以來取得這些協助 那觀眾朋友如果想要得知更多 我們新北市螢光咖啡館的資訊 可以到哪裡去看呢 可以到我們的有需求長照站的網頁 它就有各家螢光咖啡館的粉絲專業 從我們今天的影片裡面 也提到了非常多重要的資訊跟政策 如果長輩們看到的話 歡迎多多分享給你身邊的親朋好友們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今天好好說 好好收新北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 那個圈圈好亮 是不是眼睛閉起來 有看到那個魔戒的那個 那個魔多 鼻鼻頂上耐科 對不對 耐科出現